五谷全区尚无一座大型特色共荣公园可用 考量体建公园为五谷地区平面腹地最大的公园 加上交通方便因此作为改造首选 今17号举行动土典礼 市府警官处处长多位民带及地方相亲到场共襄宣举 这个是市长一直要持续推动的 那在这边我们也特别谢谢各位议员 在议会的时候对我们公园建设的经费 都会大力支持 特别今年的时候我们陈明毅陈议员 也是我们市省议员对我们的公园建设 他有特别叮咛我们公园的部分 是大家休憩最重要的部分 务必要把公园这一块好好的做好 这边的外来人口一定会越越多 而且是以年轻人居多 年轻人需要什么 就是需要公园 我很感谢各位议员 其实议员真的帮我很多 在经位上面真的协助很多 五谷区长洪崇连表示 本案最早自108年底公所办理公园主题参与市计划 经过多场工作坊及现场民众投票 最后决选诸绿组损为公园主题意象 感谢市长及多位议员的协助 使公园能够顺利进行 以后这个地方 以后这个地方 就是五谷的新地标 这个地方变成卢州 五谷 泰山 甚至是台北市 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那个标识 那个不是随便乱画的 以后就是长这样子 五谷体建公园打造成大型特色 共荣公园将寄有儿童游戏场 搭配五谷在地特色绿组损形象 让游戏场不仅是游戏场 更是成为凝聚在地居民 向心力提升城市 美学力的特色新亮点 记者虎宇轩五谷采访报导